这几个是做这个石板的时候用的工具 做石板的工具 因为石板有大有小 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工具 用大的 这是小的用小的 大的石头用大的 这个是石板做修边的 修边的 做这个的修边 如果做石板多的 方方正正的 一定要先量好它的 这个石头应该是 应该是母的 我们台湾是讲述就不夹 小一点就不夹 不夹 要用这个 要这样吗 不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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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碰到一些石头 这个就用得到 这样它就可以投 要用这个 小石头就用这个 嗯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這個石板 一定要請斜往上 請斜往上 因為接地已經斜坡的 等於是往上一點 如果直的也不對 我們這麼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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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兩顆 這個不會倒下去 兩顆石板立起來以後 它那個接縫 裡面放這個石頭 當時要買在裡面 不是露出來的 不會離開 我們這麼多裝備 你看 為什麼要倒下去這個 已經是這樣 不要呢 本來就是緊密在上一個地方 它是釣子上面 它現在已經滑下來了 原因 它的原因 變成為什麼會 這個 推到這邊 這個就變成 往後 寫了 放這個就是錯誤的 這個 這樣不行 那 那 馬達板 又這樣 它是 踏板 絕對不可以寫的 一定要平的 你這樣放 它就不會推到這裡 而且這個還不是完成的 為什麼 它還是斜的 應該是要平的 甚至於稍微 往上槍斜裡面 還行 還行 他說 以這個為例 這樣做 有點不嫁當的 就是說 這個那麼大塊 那麼長 照理講 這個要放在中間 然後兩邊用小的 哦 這樣 如果是 比較寬的石板的時候 當然就用 一塊就可以了 但是小石板沒有辦法 如果是只有兩塊的話 那靠這個 靠這邊的外面的 要大塊的 靠內側的 要小面 像那個嗎 哦 對 這個就是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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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 本來就是 要跟這個平的 你看突出來了 嗯 你要用這個可以 但是要跟這個平的 現在它突出來了 要在裡面 對對對 要這邊 跟這個一樣啊 要平的 看這邊有兩個孔 對 應該是要有一個是 親自稱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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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第一片 第二片 第三片 這個第三片跟第一片 又對齊了 他們的接縫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這邊壓著 然後上一層第三層 跌的時候 比如說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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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石頭 也起來 記得 另外一面 我要跌的時候 這個 一定要去壓到它 嗯 這邊 一定要壓到它 跟剛才那個一樣 壓到這個 它這個 它才會穩固 才不會倒 因為 因為 我舅舅它的工法 其實來自於日本 哦 它小時候 所以它說 做水鍋 最底層的 用小石塊去鋪成 嗯 所以 就這樣 一人 就這樣 這位 還說 一人 在這塊 那裡 這位 那裡 還說 那裡 還說 那裡 還說 那裡 这个不信你 要这样 嗯 所以 那个水一冲哈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冲到这样 对不对 冲只能是 水是往下流嘛 他不可能把这个冲到这样 所以他的那个工法就是这样 一个叠一个 我请他从一小段从这边做到这里来 我请它叠一个 以上的事情 反正在这个方面 买一个里面 用水煮出来 鱼蛆 你也找到什麼 鱼蛆 鱼蛆 付出 这来两个鱼蛆 你呢 这是什么鱼蛆 哦,要有层次啦 要有层次,對 對對對 要推一點,要推一點 這個給你比較快 哈哈哈哈哈哈 哦,真的 恰無 前面對不對 這個在後面 這個很好嗎 沒有,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兩個靠在一起的時候 終於有空隙 後面再補一塊 不要讓水平 因為 我們帶出去那一塊 哦 再補一補 一塊沒補 哦 哦 而且你這樣的時候 如果說 石頭不規則的你這樣的話 那水打去就會怎麼樣 一定會打到這邊 嗯 對不對 會被帶走 哦 會被 對 一樣是 有一點點的斜度 往外 往外 嗯 往外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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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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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